只有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Shan 欢迎来到AI的学习分享 这是分享的第三部影片 主要是以更简单易懂的方式 介绍Google最近推出了 生程式AI Learning Path 让对AI有兴趣的人更容易的了解 如果你错过了之前的影片 可以到右上角的播放清单 观看之前的影片 后来这部影片你将了解 Diffusion 扩散模型的原理 以及哪些修改图片的功能 使用到它 马上先来看一下扩散模型 通常被用在哪些生成图片的功能 首先它还分两种类型 无条件扩散型跟有条件扩散型 我们常看到AI画出明星的脸 这种不用给出特别的条件 就能生成出来的图片 就是无条件的扩散型模型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指令 只需要给它们一大堆特定的图片 去学习就可以了 这个模型还有另外一种功能 也是很强大的 可以把老旧模糊的照片 变得非常的清楚 这也是属于无条件扩散型模型 因为把模糊的如花变成美丽 不需要什么指令 直接丢给模型去处理就可以了 有条件的扩散型模型 就是可以根据我们给它的指令 来生成图片 比如说Mid Journey Stable Diffusion等等 我们可以直接给模型一段文字 然后让它根据这段文字 来画出一张图片 我们还可以用这种模型来修改图片 比如去除图片中的某些元素 或是在图片中添加新的元素 像是最近Adobe刚出的AI功能 背后就是使用类似这种的模型哦 接下来来讲解一下背后的原理 让我们把这个概念简单化 你可以想象我们正在训练一个模型 首先我们有一张美丽的图片 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在这张图片上 涂上越来越多的噪点 我就用马赛克来代替 现在右边的图片就是添加过噪点的 等一下 为了让我自己讲了下去 大家也看了下去 我来换个图片 我们持续加上噪点 直到图片看起来非常的限制基因 不是 是非常的混乱 全都是噪点 所有原本的图片结构都不见了 这个就是向前扩散的过程 也就是逐步加入噪点的过程 接着我们尝试做反向的事情 我们尝试去除我们刚刚添加到图片上面的噪点 每一次我们只擦掉一些些噪点 然后看看图片看起来怎么样 我们反复这样做 一点一点的去去除噪点 这就是我们的反向扩散的过程 随着不断的训练 我们的模型会学会如何有效的去除噪点 从而恢复原本的图片 现在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当我们在图片上添加噪点时 我们的模型同时也在学习如何去除这些噪点 我们将带有噪点的图片输入到模型里面 然后让模型尝试预测添加了什么样的噪点 由于我们知道实际添加的噪点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比较模型预测的结果 与实际噪点的之间的差异 然后优化模型以减少这个差异 这样经过足够的训练 我们的模型就能够非常准确的去除图片中的噪点 这个比较预测结果和优化的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 因为这个过程是训练模型经常使用的 我们在第一集影片也有提到 训练完后我们该如何使用这个模型生成新的图片呢 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非常直观的 只需要使用模型 例如将不是高清的如花给模型 它就会生成新的高清如花 我们也可以在密捐鱼上面输入一些文字 描述所需要的图片 然后模型就会生成新的图片啦 下次你在使用AI生成图片工具的时候 你就知道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我分享的影片曾经帮助过你的话 别忘记按赞订阅还有小铃铛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h